察覺貼身採訪的攝影記者 熱到不舒服 盧秀燕出手翹出指關節 為攝影記者緩解不適 孩子不舒服 老公不舒服 然後你沒有刮痧板 就用這樣子 指截 指關節在攝影記者的肩頸上 刮過幾下 有出紅耶 一下下就出紅了耶 一招刮痧 讓熱到不適的狀態暫時緩解 西瓜里給他吃兩顆 來 台中市長盧秀燕 前進台中和平山區視察 採訪現場高溫 讓隨行採訪的攝影記者身體不適 天氣這麼熱 不只山區還有彰化也出現 多起熱中暑 熱衰竭的案例 包括四十多歲太景女子爬山 還有七十四歲 在烈日下從事資源回收的 張姓老翁 都因為熱中暑 被送到醫院治療 無法避免在戶外執勤的 交管人員被妥飲水 以及補充鹽份的飲品 就連香蕉都帶在身邊 必要時躲進硬梁處 隨時防範中暑威脅 3075台中彰化 綜合報導